你看 我男朋友对我特别好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心里吧 总是惧惧不安的 他总说他所做的一切 不管对错都是为了我 可是有时候觉得不是这样 如果现在在一起 我得不到任何的安全感 我真的不知道 还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以爱之名 在这个知名背后藏着什么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 24岁来自重庆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红 23岁来自四川 这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 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小片里说他对你很好是吧 是的 平时都对我还可以 那你干嘛要来呢 因为他以前对我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经常和其他女人搞暧昧 那我无法忍受 我感觉这样挺没意思的 我今天是来和他想分手的 那就分呗 为什么不分呢 我很爱他 小不得他 小不得他 对 但是你还暧昧着 总会犯些错嘛 我希望他能原谅我 怎么了 我感觉这种事情我不能接受 因为之前 不是我们在学校附近认识的吗 然后当时他摆地摊 对我就一见钟情 然后就开始追我 他给我的地印象也蛮好的 还蛮高蛮帅的 所以说就答应了他 然后摆地摊占到金银 他就不能在那里摆了 然后他就要找商铺 当时在我们的地下商场 找了一家地段比较好的 他以很低的价格就租到了 我其实还蛮佩服他的 但是没过几天 他就去深圳进货 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了一根 很贵重的项链 然后当时他根本没有什么钱 我就很怀疑 这个项链是怎么来的 我给你戴项链 你不是挺高兴的吗 我喜欢你才能戴项链 但是之前你根本没有什么钱 你怎么给我买的项链 我那个钱不是跟朋友一起 你不是钱都进货了吗 还有哪里来的钱 你跟谁去的呀 跟谁打牌呀 那边的人都不认识好不好 我不是跟我商铺的老总 一起过去的吗 别提你们老板 上次你说你有事情 让我去帮你看一下店 到你的店里 隔壁的大妈就过来找我聊天 还阴阳过气地说 哎呦 你男朋友还真有本事啊 说什么 连一个老女人都能搞定 然后还去了香港什么的 你什么时候去过香港的 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呀 是吧 你乱听他脚小跟 无风不起浪好不好 他哪只眼睛看见呢 你是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我在外面去啊 挣了钱回来 我还给你买项链 这是我喜欢你好不好 喜欢我 是啊 我心里面有你 我才给你戴的嘛 那这个项链 你当时都没赚钱 不是他给你的钱 你哪里来的钱呢 我跟他一起出去嘛 所谓的劳务费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白出去呀 是不是 天上掉线饼啊 劳务费这么高吗 那跟项链的价子不肥 好不好 大体听到这儿 我基本弄明白了 你是怀疑他跟他那个商铺的老板之间有暧昧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那有还是没有呢兄弟 没有啊 对他们两个怎么怎么有吗 我跟他就是就是隔壁大妈就说的你们两个单独去的啊 除了你还在狡辩隔壁大妈说他们俩单独去哪香港还去过香港对是吗 啊是进货去了是他没有老公吗要你陪他去吗 他肯定有老公啊他老公出差了而已他老公出差为什么明明有选择你啊 那个商店不是他送给你然后再送给我的吧或者是你买来送给他不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挣钱给你买的你相信我好不好 那你说一下上次微信的事 微信的事你别说微信的事啊 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就一直不相信我他就背着我就是我手机要是不在的时候他就他就特别拿去翻 你是我男朋友我难道不可以看一下你手机 没有啊我没有说不准你看你看你看的时候你不用背着我啊你直接说啊明说就可以了 你看到什么呢 里面发了什么亲爱的你在干嘛然后我再查了一下前面的聊天记录说什么亲爱的晚安反正很肉麻 然后说睡觉没有啊洗澡没有啊晚安反正每一晚每一晚然后电视的发 这件事情我要给你解释一下啊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不是刚好遇到一点瓶颈学工资金周转不灵 然后像旁边那个人啊借就是一个姐姐借了五万块钱 然后呢他当时呢跟他老公呢出一点问题就是让我呢跟他就说发一点软信就刺激一下他老公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他可以帮我了五万块钱延迟一点还给他就是这个意思 就刺激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真的我真不骗你 关键是你们有一个月的聊天时间你这个就叫刺激吗这明明在刺激我好不好 不是去香港那个大街是吧 不是 另外一个大街 对借了五万块钱 你什么时候借的五万块钱我怎么不知道 我什么事不能都告诉你吧我我遇到了瓶颈的资金周转不灵了 我只有自己想办法呀对不对 行 还有别的吗 有他说这些都是我听说的哈 你还见过 不是我们同学见的有一次他去逛逛街嘛 然后就回来给我想 给我讲他说让我小心一点他去商场逛街然后碰见我的男朋友 在那里玩着一个很漂亮的都是女孩嘛 那是我姐姐我表姐亲表姐亲表姐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姐姐啊 你的亲戚朋友我都见得差不多了 他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才回来一次 那当天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 我给你打了电话 我是你的女朋友你应该带我一起啊让我知道 我给你打了电话的你当时正在上课 然后我就想嘛你马上就要过生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让他陪着我一起去给你买生日礼物 因为不是前一段时间李老师因为那跟夏恬跟我两个吵架 这次嘛我就想着让我姐姐帮我参考一下 另外再买一个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说就瞒着你没告诉你 是表姐吗 真的是表姐 我亲表姐 亲表姐 亲表姐请会挑时候的 一会儿一个表姐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你 这也是道听途说 有你自己亲眼所见或者经历吗 有啊 就是有一次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了 然后我接电话听的时候 一个大概三十来岁的女人就喊我出去 叫我去见一面 我刚到约的地点 刚坐下 那个女的很直接就说 小丽现在的事业正在起步当中 然后我现在还是学生 不能帮助她 然后叫我离开她 当时就很偶像剧的一个情节发生到我的身上了 然后递了一张卡给我 就说这张卡给我 只要我和她分开就可以了 然后我当时没接 我就想我什么样的一个女人 可以为了你递一张卡给我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很生气的都走了 你知道那个人啊 我知道 是一起去香港那个吗 是 哎呀 很厉害啊 什么关系 就是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 他为什么拿钱让我们分开啊 第一张卡给我什么意思啊 他帮你让我们分手吗 什么朋友关系啊 就是为了拆散我们吗 来姑娘 我有几个问题问你 不问他了哈 你们俩从认识到现在多久啊 就耍起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哦 他们交朋友 管交朋友叫耍朋友 是吧 重庆 重庆话 这一年多的时间 你觉得他的转变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从就是开始要找店铺之后 然后就开始转变了 其实以前对我还是蛮好的 反正我每次下课 他都会来接我 自从找到商铺后 他就有各种理由说什么忙 不能来接我啊 反正很少没来接过我了 你现在的想法是要离开他对吗 现在的想法 还是想跟他继续交往 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我现在的想法是想分手 刚才我们聊过 你说你不想分开对吧 对 其实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他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你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他 怎么叫为了我 这个出轨 可能这个男生和女生的想法 可能还是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才二十多岁对吧 现在吃点苦 为以后的将来能够更好的发展 先有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错 而且如果说我身边周围有这样的资源 你有事业可以啊 为什么你要借着其他女人往上面走 我有这样的资源 我为什么不在意你 资源就是陪人家 然后从中过去 我没有 那谁知道我没有在你身边 每次你出去 说什么深圳香港的 我都不在现场 我怎么知道 你在读书嘛 你又没时间对不对 而且你每次出去就是和那个女的一起的 她是我老板 而且当时约我出去的时候 三十几岁的那个女人说 你们之前一直在一起 她说其实是她不介意我的存在 之前才说一直没有找我 你们多久开始了 是我之前吗 还是我之后 你真的太有能耐了 想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在你自己的这个 用你的说法是 男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吃苦 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苦吗 我不管是什么样的苦 只要能够 就有人帮助你现在 是说只要有人能帮到你 让你付出什么都行吗 除了生命 除了生命之外的其他东西 你都会付出 你的身体 你的灵魂都可以是吗 我觉得我没有出卖我的灵魂 从来没出卖过 对 我一直爱着她 你还没出卖你的灵魂吗 OK 好 好 好 我们不去争辩 你听就好了 那些异性 在你未来的生意道路上 还有用吗 还有用 还要用多久 我不知道 可能当我事业有成的一天 那你会选择跟他们 不再做朋友了 也许我会离开那个城市吧 为什么是离开那个城市 我想呢 毕竟换一种 换一种生活方式到小宅 你的想法是 通过这样的努力方式 挣到了钱 把她带走是吗 对 她是你的真爱是吧 是的 你心里面只爱她一个对吗 对 我很珍惜她 跟那些人只是一种利用对吗 对 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来爱我 这只会伤到我 对啊 所以你应该做出你自己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